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心 半生远 风吹兴 一时轻 算不清 落定了尘埃 红颜还在 相约了花旗 结伴 而行 今天有幸见的老祖宗 是我徐孝璞一辈子荣幸 我祝老祖宗富贵开花 年年吉祥 长命百岁 天天乐 老夕告退 告退 娘 凤儿也告退 五奶奶 你爹既然来了 带他在咱们家四处转转吧 谢谢娘 娘 没事那我也先走了 你还跪着干嘛 还没玩够 滚 姑姑 我先走了 爹 来 看看我这屋子 那边走 你在外面等着吧 这是怎么了 我的妈呀 可吓死我了 不是啊 他怎么在你家呀 说来话长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来了 爹 刚才你还真有两下子 那是 你爹是从那床外见过师民 我说 这柳天祺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那能是鬼吗 亏你还说见过师民 也是好 你说是有行有营有生 咋能是鬼呢 是吧 那不对 咱们团都贴高了 说他在战场上打仗死了 说他在战场上打仗死了 这巴掌就是鬼吧 嫂子 我是真没想到 这个老徐 我刚才我真想毙了他 能生出那么个闺女来 简单得了吗 简安 嫂子再问你一句 那赵索真的是柳天祺 你没看走眼 不会看走眼 我见他又不是一回两回了 吴奶奶他爹说柳天祺有个物子 物子 有个物子 不会是你弄错了吧 应该不会 怎么又应该了呢 你到底确定不确定 确定 这小子就是柳天祺 可是 你还说过 前线政盟名单上有过他的名字啊 有过 我刚才一直盯着吴奶奶他爹看 就算盗墓贼够狡猾 可是我一点都没看出破绽呢 是吗 吴奶奶他爹是你带进府来的 中间你都一直盯着 他们爷儿俩没有机会创工啊 不对不对 他们晋老太太屋之前 吴奶奶掐了他爹一下 怎么掐的 就这么掐了一下 就这么掐能说明什么呀 也是啊 你再跟我好好想想 到底柳天祺有没有物子 嫂子 我虽然见过她几回 但是她到底有没有物子 兴许有 你看 又犯糊涂了不是 行了 你也别后悔了 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 幸好你还机灵 现在她可是老太太眼前的第一红人 看看再说吧 张副官拿枪对着您 可把我给吓坏了 先生 您可真正静啊 面不改色的 一路兵荒马乱的 什么都经历过了 那炸弹啊 就在我五不远的地方爆炸 炸成那么大一个坑来 那个坑大的呀 可以埋好几十个死人 我这胆早就被炼大了 先生能时文断字 就有好胆量 这年月啊 时文断字的 不如五枪弄棒的 谁说的 我就羡慕先生 可先生就羡慕有枪的 你别笑 我也想要一把枪 海棠姑娘 你能不能帮我想办法 弄到一把枪 找旅长要啊 旅长有的是枪 先生 您要枪干什么呀 那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呀 你这个傻姑娘 逗你呢 我要枪有什么用啊 对了先生 您渴吗 我从老太太那儿 给您拿了一点好茶 您尝尝吧 不不不 咱不喝茶了 海棠姑娘我求你点事 先生有事就吩咐我 还敢让您求啊 你看我已经来了两天了 您能不能带我 到府里转转 好啊 赵先生 这是厨房 好 当心 别试着您行 好好好 赵先生 这边请 姑娘 这是怎么大白天的 这么多人站岗 这都是旅长安排的 旅长打天下不容易 怕仇家报复 对了 上次行刺老太太的人 就是和旅长结过良子的土匪 所以得多加提防着点 好 走吧 走 赵先生 你瞧 这就是旅长的书房 旅长要是在家的时候 有很多军政大事 都是在这儿处理 而且有时候 旅长还住在这儿呢 走吧 好 走 往那边是大奶奶的院子 这边是二奶奶和三奶奶的院子 再往前是四奶奶的院子 穿过回廊是五奶奶的院子 这五奶奶的院子 和大奶奶院子的后院又连着 五奶奶的院子 咱们可不能随便进啊 奶奶的院子 您真懂礼数 就是您想去啊 我还真不能带您去呢 这五奶奶院子里 有好多病在站岗呢 是吗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对不起啊 我 我不该问 先生 这个回廊很漂亮 我带您去瞧瞧 好啊 走吧 母奶奶 赵 赵 赵先生是吧 幸会 幸会啊 爹 赵先生 我爹要走了 我送送他 是 您老 这就要走啊 还是 您慢走 好好 那那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啊 好 小灵 你说四奶奶怎么就喜欢来这家茶楼吃点心啊 这家点也好吃呗 那我咋听说得意楼的点心最棒啊 你懂什么啊 你懂什么 就在这儿等着啊 是 乔夫官 你怎么在这儿啊 四奶奶在楼上喝茶吃点心 是吗 这么巧啊 您这是 我约了个朋友在这儿喝茶 正好我给四奶奶请安 小灵妹妹 四奶奶不会等乔应付了吧 你就瞎说吧 等我回头告诉四奶奶 看不把你的嘴给你撕烂了 你不要命了 你怎么不从后门绕进来呀 你怎么知道我走的是正门啊 我看着呢 你还敢跟他们打招呼你 你不要命了 不是我不要命了 是咱现在不怕死了 老辈儿你看 看这个 你们这东西我也不懂啊 这个呀叫调令 你看 这上的还有大摔的摔印呢 老乔 你是说你的事办成了 什么叫我的事啊 他这不是咱们的事 老乔 你才去了两天 就办成这么大的事 再再再这个 这就叫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乔 你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我托那个人啊是我同乡 他们家呢门地不高 也没什么田产 我这么一想啊 干脆 家里那祖宅我也不卖了 我就直接送给他 你他怎么着 我跟他一说呀 他乐得差点没晕过去 马上就跑到大帅那儿 把我夸了跟他亲爹似的 就这么着就成了 你说啊 咱们有了这个东西 那还怕底下那几个小兵 别说他们了 就是赵元庚我现在也不怕 那咱啥时候走 我待会儿就过去啊 把这个东西 往赵元庚那儿一拍 他敢耽搁吗 隔个三五天我就走 到那儿以后啊 我找个机会派车过来 你呢再把那小蚁本甩掉 上车就走 从此这个世界上 四奶奶就消失了 到了省城 你就是乔太太 有一点 不许娱怡太太 那肯定不娱 我又不是赵元庚呢 回来啊 我再把你引荐给大帅太太 那你们比如说打打麻将 咱舍点本钱输给他 跟他交个朋友 从此以后 那你出路的那就是上流社会 老乔 那张建人这小子是故意上身了 就是 您说这前前后后什么事呢 我也想不明白 不懂 对了 欺负乌奶奶那个帮长叫什么 姓李 李福贯 打了多少 大奶奶打了三十 明天你去 推给我打蛇了 是 旅长 老太太有点生气 嗯 跟张副官 这王八蛋敢欺我老娘 把她给我叫来 是 是 小玲啊 正好我遇到乔影夫了 我坐乔影夫的车回去 你们自己走吧 是 这俺 guilty 走 刘金 往哪儿请啊 旅长叫你去一趟 我表哥在哪儿呢 在府上呢 你不刚从府上回来吗 旅长叫你再回去 我表哥是不是知道今天的事了 今天什么事 应该不知道了 就是让我叫你回去 我表哥没生气吧 生气 很生气 脸色铁青 吹狐瞪眼的 我也没出什么错就骂我 狗血沸斗地骂我呀 小心点啊 谢谢乔应夫 四奶奶客气了 我这也是顺路 我这不还得给旅长送文件呢 报告 报告个屁呀 让张剑给我进来 张副官还没来 是乔应夫 Wizards 到这儿走 我去哪儿!] Hoover 旅长 有日子没来呢 这不家里又多了个五奶奶吗 那奶奶們打麻将够手了啊 你都不需要我 Kenshi 你放屁 无奈了就不会打架 对了 不是说你老娘病了吗 请了几天假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死了还是活了呀 托旅长的福 没什么大碍 那就好 那就好啊 这个是旅长心得的宝贝 你别看这个小玩意儿 两条枪 是有这么个事啊 我这次回家呢 碰上刘三世了 哪个刘三世 就是那个一直跟在 大帅身边那个刘雅民 不就是刘歪嘴子吗 对对 嘴是有点歪 他呢跟我说了个事 什么事 有这么个事啊您 跟我这还兜圈子 大帅的印都盖上了 还刘三世 说 为这事是不是跑了好几年呢 这是取笑兄弟了 我家呀离西安比较近 另外家里就老母亲一个人 需要我照顾 您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一定能体谅兄弟 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啊 人往高处走 好事儿 用不着说谁体谅谁 说 什么时候走 那要是旅长同意的话 当然越快越好了 不行 行 你是我兄弟 跟了我一场 怎么能说走就走啊 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我把所有的人都给你召集齐了 我要摆大宴送你走 两天 来 谢谢旅长 这就对了 乔远复 我表哥他 在呢 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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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四奶奶就坐着她的车走了 我们就赶紧往回赶 刚到家 好 知道了 你先去吧 姐姐 那事 啥时候能成啊 快了 最晚这个月底吧 谢谢姐姐 看把你急的 蹬鼻子上脸 老太太息怒 还是那句话 小林她也没真看见什么 没用亲眼看见 你去 把赵阳哥给我叫了 是 是 无人 旅员 旅员 男 Garcia 火 我娘找我 是 旅长 不用跟着了 娘 儿子知道 你让我来的意思 家里出了这么丢人现眼的事 是我赵阳庚对不起祖宗 求你了 再给我两天的时间行吗 娘 求你了 打仗的时候不能一个劲地用炮红 打仗的事儿 娘哪儿懂啊 儿子给你磕头了 旅长 去 到老四那儿跑一趟 跟她说 今天晚上我就在她那儿睡了 让她候着 是 老太太院里的海棠姐姐来传个话 说旅长晚上要过来住 让您准备准备 知道了 你去吧 是 是 留天赐啊 留天赐啊 你真是不知道好歹 我求求你 今天晚上找个机会 赶快抱我 爹娘 机会来了 我今天晚上就去给二郎报仇 我先杀了赵云更和她娘 我再杀大奶奶 二奶奶 三奶奶 四奶奶 五 我杀一个算一个 我多杀一个我就赚一个 赵先生 您睡了吗 谁 是我 是海棠吗 这么晚了 有什么事吗 厨房给老太太炖了汤 老太太说好喝 我给您也送来一碗 想让您也尝尝 这不好吧 没事 您是老太太的贵客吗 历长 您叫我 好爱大奴斋 爸马上先给我请来 让他连一国往这赶 明天早上我要见到人 是 等会儿 给我挣点酒来 是 先生笑什么呀 我是笑你们旅长啊 那么多的奶奶 那么多的院子 他住得过来吗 幻者住啊 不过 当然是旅长喜欢哪个奶奶 就在哪个奶奶那儿住的时间长 那最近呢 前一段时间 吴奶奶刚进门 旅长就一直住在她那儿 这段时间 吴奶奶不是怀上了吗 四奶奶就 我们丫头们私下里都说 四奶奶又得宠了 那旅长现在就在四奶奶的院里了 是啊 刚才旅长还让我传话给四奶奶 说今天晚上就住在她那儿 好 您问这个干什么呀 没有 我只是好奇 好奇 喝完了 多谢海棠姑娘 你请吧 先请你 赵先生 太直逸了 一个 兵士 那天 我vious 有点心 平均 现在我去吧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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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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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肚子里还有个孩子呢 别说 张英刚不是说 要到你这儿来吗 为什么没来 我哪知道 他说来就来 说走就做谁敢问他 谁呀 旅长 我还以为是谁呢 你怎么不回个话啊 回什么话 这大半夜的除了我还谁 也是 穿这么厉害干吗 还没睡呢 没睡你刚才关什么灯啊 大晚上点那么亮干吗 过来 我家上你了 你走吧 我肯定不喊 我家当今天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你也没来过我屋 我今儿不说 我明儿不说 我后儿不说 我这一辈子我都不说 你说你已经怀孕了 你不是在骗我吧 没有 我真没骗你 你 你刚才我肚子连孩子的份上 你就放了我 过来啊 我几天没得了 有几天了 还是真想我 赵阴庚取缝 不就是为了让缝儿给他传统结胎吗 你要是有了孩子 他还取缝干什么 缝儿 赵先生 和吴奶奶 不行 赵队 赵队 赵队马上就杀死你 我明白了 你是为了他才来杀赵队庚的是吧 你是缝儿以前那个相好的 可能是你自己找死 你不会杀我的 我知道 你是个教书先生 你爹也是个教书先生 你是本费人家的后生 你怎么能杀人呢 你肯定不会杀我的 是吧 这一天没过来 不是不稀罕你了 有事 等着 等我把这点事了了 我天天过来陪你 可别啊 还有四个姐姐呢 没一个我想见的 没一个我想见的 那旅长这几天 天天都跟四奶奶在一起 别提 别再跟我提她 你是不是姓柳啊 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啊 凤梨进门我就派人打听过 有个女人要进来跟我争 我当然得打听打听了 你叫柳天赐是吧 是又怎么样 柳先生 你胆也太大了 你冒名顶替进来 就是为了要杀赵云庚的 我劝你 你赶紧跑吧 那赵云庚不插毛都比猴精 时间久了露出马脚来 你想跑你都跑不了了 她可狠了 就算是弄死你 她都让你死得特难受 你小家伙 既然来了我一定要宰了她 她不是说待会儿到你这儿来吗 等一会儿她一进门 我就搁了她的脑袋 就你 算四个壮小伙子都打不过她 打不过 我有刀 我趁她不备 我就不信我杀不了她 行 就算你英雄 你杀了她了 杀了她 你的性命不也没了 我早就不想活了 活着有啥不好啊 死了就吃不上穿不上 啥都看不着了 你少废话 我告诉你啊 待会儿她要过来 你不要出现了 踩起来 柳先生 咱俩今天碰上也算是缘分 我这个人这辈子也没做过什么好事 今天还真想做一把好事 我劝劝你 赶紧跑吧 好死不如赖活着 再说了 你要是杀了赵云庚 你喜欢的那个女人凤儿 不得跟着你一块儿死啊 她早就该死 明天 明天 你怎么啦 明天我把这事是变成了 他 走了 明天我请手下的弟兄们吃饭 你做陪 打扮得漂亮点 给我张张脸 走 burns 干什么 你别的 你不见过着 不是 你不见过着 但是我已经随着 你还想要走 我回来 我回来 不见过 你只能不见过着 好得留条命啊 以后你随便找个女人 滋滋润润地过一辈子 多好啊 刘先生 你有过女人吗 就是你跟凤儿睡过觉吗 你烧死他吗你 看来是没有 我今天好人做到底 就算是你要杀我 我也得劝劝你 这世上好日子多了 你干嘛想不开啊 别加劳 他来了 你赶紧从窗户跳出去跑了吧 放开 你别出事 出去我先把你撒了 去吧 云雄 怎么才来呀 人家都睡了 起来 跟我去书房 好 老天爷不让你死 还不赶紧走 你不走 我可走了啊 我这屋里可有好多值钱的东西 是我后半辈子养老的 你别拿啊 我向你保证 我出去的时候绝对不喊 也不跟赵燕羹说今天的事 你别在我背后杀我啊 这就对了 柳先生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我走了 你告诉我 我怎么样才能见到芳儿 我求求你了 四奶奶 你帮帮我 我想见芳儿一面 求求你了 四奶奶 忘记 估论 我 才約 什么事 我 黜 movie 你 escol 你 帮我 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看不懂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当夜不再是沉默的颜色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天 爱总会留一遍 情回忆已不舍 过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多少月圆圈 我多少时间 多少月圆圈 心慢慢融合 不再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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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如天